同桌100 同桌100 祝你考试100 满意100 同学们 你们好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谢老师 我们一起来学习 好 上课 起立 老师 您好 同学们好 请坐 同学们 我们看一看 这些都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 那同学们 其实伟大的科学家呀 都是从一个个小小的实验开始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来进行习做练习 我做了一项小实验 我们大家来齐读今天的习做课题是 我做了一项小实验 同学们 今天呢 我们要来学一学 看看 回想一下 你曾经做过什么实验呢 可不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下呀 你来说 我曾经做过一个关于有那个稳定的一个物理实验 把一杯盛满水的杯子放到桌上 用一个木板放到上面 再把一个比较轻便的一角硬币放在那个纸上 然后最后把一张纸直接抽下去 一角硬币直接落到了水的里面 噢 你做过这样的小实验 还有吗 你来说 我做过一个实验 名字叫硬币不见了 先准备一个高的玻璃杯和一枚一角硬币 把一角硬币 把玻璃杯压在一角硬币的上面 对着慢慢倒水 将杯子快倒满的时候 你会发现硬币快不见了 这个呢 这个呢 其实就是一种眼睛的错觉造成的 嗯 把杯子移开 硬币还是在的 嗯 这个空的杯子的硬币下面可以看得到 如果逐渐的往杯子里面注入水的话 慢慢慢慢的杯子底下压的那门硬币就看不到了 是吧 你曾经做过这样的小实验 你还要说 用一个高脚杯里面装满水 再用一个小纸板压在这个水上 按住纸板 让它尽量的使劲贴近那个高脚杯的上面那个 水面 嗯 那个饼 那个盖 那个平盐 嗯 到最后 一起 到最后把那个杯子移动 然后一倒就变这个这个小纸板在用手 小纸板在不用手的情况下 水也没有流出来 哦 是这样的一个小实验 同学们 向大家介绍的都非常详细 这就是看一看比一比我们谁说的好 注意说的时候要有一定的顺序 那么今天我们的习作内容就是来写一写自己做的一项小实验 写的时候可以用上先接着然后最后这样的句式 把做小实验的经过写清楚 还可以写一写自己做实验时的心情 实验中的有去发现等等 那到底该怎么样去写呢 开头呢一定要写出这个小实验的名称 实验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中间要写上实验的过程 第一步干什么 第二步干什么 第三步再来干什么 也就是我们说的先接着 然后最后这些表示时间先后的词语 最后的结果要写出实验的结果 最后还要有得到的启示 那现在同学们 我们呢要做一个 这样的小实验 我们自己来做一做这个小实验 同学们我们要准备好尺子 碎纸和干布 那么为了今天的学习的方便呢 我们准备好塑料杆的 塑料杆的钢笔 碎纸和我们的衣服就可以了 第二步我们要用 我们的钢笔在衣服上进行摩擦 同学们现在拿出你的笔来开始做好准备 对做好准备拿你的那只钢笔的笔杆 那一身那个末端来摩擦你的衣服 好摩擦 小鱼你发现了什么 我发现了钢笔的笔杆把这些碎纸都吸起来了 哦 钢笔的笔杆把这些碎纸片啊都给吸起来了 是摩擦过后的钢笔笔杆把这些碎纸都吸起来了 非常好 同学们你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吗 你来说 用笔杆摩擦身上可以产生微小的静电 这些静电可以吸住这些碎纸片把它们上浮起来 哦 对 这就是静电吸浮原理 当一个带有静电的物体靠近另一个不带静电的物体时 由于静电感应没有静电的物体内部 靠近带静电物体的一边 会产生于带电物体所携带电荷相反极性的电荷 另一侧产生相同数量的同极性电荷 由于异性电荷互相吸引 就会表现出静电吸引现象 这就是静电吸浮的原理 那你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啊 这是什么原理 静电吸浮原理 还有冬天的时候我们洗完这个干净的头发 就很容易飘起来 其实它也是带有静电的 明白吗 那如果我们在去写的时候 如果写静电吸浮原理 这个小实验的话 我们的实验名称就叫什么呀 静电吸浮原理 静电吸浮原理 静电吸浮 实验的准备要准备的是 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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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杆 还有 塑纸 片 还有干的 衣服 对 需要的准备 中间我们实验的过程 第一步是什么呢 拿出 拿出塑料 拿出塑料 笔杆 往身上摩擦 第二步呢 轻轻的靠近 碎纸片 好 第三步呢 碎纸片被 吸浮上来 对 那我们实验的结果就是 那些碎纸片被笔杆 吸浮起来 得到的启示是 静电吸浮 对不对 哎 那现在我们写法的指导 第一步要进行 审题 本次作文呢 是写自己做过的 一项小实验 要把实验的经过写清楚 第二步 要利益 利益呢 就是要养成 善于思考 勤于动手的好习惯 第三步 要写什么呀 我们可以确定一些内容 蚂蚁是如何传递信息的 小鸡有没有牙齿 爬珊瑚是怎么爬的 含羽草 会害羞的实验 怎样让别的乒乓球 鼓起来 你觉得你还想写什么 做什么小实验 有没有 你来说 点灯为什么会亮 点灯为什么会亮 还有没有别的小实验 那天我记得一位同学说 他要仔细的观察 壁虎是怎么样 爬墙壁的 这样的实验也可以去做 那甭管怎么样 这些小实验 我们要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 才可以呀 仔细观察 对 仔细观察的基础上 才可以 第四步 就是要求我们写作时的方法 我们可以运用说明啊 议论啊 描写呀 等表达方式 把实验的过程写清楚 写具体 那同学们 现在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烧纸船这篇文章 看谁的眼睛最亮做的最直 谁的耳朵最听力最好 烧纸船 今天我在我们爱科学这本书里 看到了一个小实验 实验的名字叫烧纸船 我觉得很有趣 就决定做这个实验 做这个实验 需要两个桶 一个折好的纸船 一杯水和一个打火机 你看这一部分呢 就写出了实验就写出了实验所需要的材料 清除明了 再接着读 我先拿来两个装奶粉的桶 火机放到纸船下面 点着了火 火焰在纸船下面 燃烧着 呼上呼下的跳跃着 我目不转睛的盯着纸船 观察它的动静 过了一会儿 我把手伸进水里 发现水 发现水还是凉的 只能继续等 又过了一会儿 水上冒起了热气 水还是不怎么热 又过了一会儿 水中冒出了许多小气泡 我知道水已经很热了 可是纸船还是没有烧坏 那这一部分就有条理的继续了实验的经过 作者观察的很仔细 叙述的很清楚 通过查资料 我知道了这个实验的原理 原来是水吸收了大量的热量 所以纸达不到燃烧的温度 纸船就不会燃烧起来了 这个实验使我明白了 科学离我们并不遥远 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知道纸是不是一点就会着的 那可是乘上了水的小纸船 会不会被点着呢 通过这个实验 我们知道了 沉满水的纸船 是不会被点着的 不会被燃烧的 那在这里呢 又告诉我们写出了自己的收获 科学离我们并不遥远 就在我们身边 只要我们善于动脑 动手 就可以发现 点评这篇文章 看到这个题目啊 就会让人好奇 哎 烧纸船会有什么结果呢 小作者就按照顺序 有条理的继续了 这个实验的经过 还写出了自己的收获 还写出了自己的收获 非常的具体 那同学们 我们现在呢 来读一读 这个一次科学实验的文章 深作指 认真听 老师读给你来听 科学非常有趣 成功带给你的喜悦 会使你更加热爱科学 昨天下午 我在看书时 无意中发现了一个 简单的小实验 用一张纸挡住倒置的 装满水的水杯 而杯子里的水 不会洒出来 这能是真的吗 我带着满腹的疑问 准备做这个小实验 要做这个小实验 要做这个实验 并不需要什么专业的仪器 只需要我们生活中都有的几样东西 普通的纸 玻璃杯和水 我找出了这三样东西 先在杯子里装满水 再把纸盖到杯口上 我心急如焚 想快点看到结果 于是我把杯子倒过来 可是水全洒了 令我很失望 我冥思苦想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三番五次的实验 观察 他这实验是进行了一次就成功吗 不是 进行了好几次 哦 这才明白 是因为我太急了 手没有压紧杯口 导致水全洒出来 于是我吸取了上次失败的教训 用手紧紧的按住杯口 再猛的把杯子倒过来 哈哈 奇迹出现了 水果然被纸挡住了 没有流下来 你看杯口朝下 底下就有一张纸挡着 我终于成功了 于是迫不及待的想表演给爸爸 看 我谨慎小心的表演着 生怕出什么差错 表演完后 爸爸表扬了我 说我善于发现 我的心里乐滋滋的 实验虽然成功了 但是我还是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我就去网上查了查 结果令我出乎意料 我一直以为是那张纸的作用 但结果却是空气的作用 水不会洒出来 是因为杯子里没有了空气 只有纸片的外面有大气压 它就被大气压封在杯口了 这样水才不会洒出来 最后得出的结论 科学可真有趣呀 以后我要多做实验 掌握更多的知识 这个科学小实验 是不是非常有趣 那我们写我的小实验的话呀 注意一定要交代好四要素 还要写出实验的用具 你知道这四要素是什么吗 时间地点 还有人物和这个实验的名称 还要写出实验的用具 第三呢 要实验的过程写得很清楚 注意用上合适的描写方法 要揭示实验的原理 最后还要写出自己实验成功的感受 同学们 我们现在呀 就开始习作 注意我们的作姿 还要注意写好我们的字体 更要注意我们写作时的 语言要通畅 那现在同学们 拿出笔来 开始写我的小实验 好停下 现在呢我们来交流展示同学们写的这些小实验 首先来看交流展示1 谁来读给大家听 你来读吧 我有许多兴趣爱好 看书 跳绳 小实验 这其中我最喜欢做小实验了 我觉得小实验能开放我们的智力 这次我做小实验 这次我做的小实验叫 鸡蛋预言变浮 我先准备了一杯水 一个鸡蛋 一袋盐 我把妈妈叫到现场说 妈妈 你相信我 鸡蛋 你一定会浮起来的 我说着就把鸡蛋放到水杯里 鸡蛋慢慢的沉到水底 像一个沉睡的冷饭 我先放了一勺盐 鸡蛋没动紧 接着我又放了几勺 鸡蛋仍然呼呼大睡 妈妈说 你你这个实验有用吗 我说一定有用的 我再放了几勺 妈妈大叫 又笑过了 原来鸡蛋浮起来了一点 我继续加盐 鸡蛋半沉半浮 最后我又放了一勺 鸡蛋像小岛一样浮出了水面 经过这次实验 让我明白了 盐水是会让物体浮起来的 好 这篇小文章读完了 啊 你知道鸡蛋欲盐便浮是什么样的原理吗 我们到了中学以后啊 肯定会学到水的密度加上盐以后啊 是越来越大的 那么鸡蛋的密度就小于这个盐水的密度 以后便会浮上来 嗯 我们根据这个原理啊 可以那个小木船 木筏 在水上漂流 就是这样的道理啊 浮力 现在我们再来 现在我们再来 但是我觉得很惊奇 不相信这是真的 后来外婆说 研究碰到淀粉水 会变成蓝色是一种化学反应 我们还是做个小实验来验证一下吧 过了一会儿 实验开始了 我们先用淘米的淀粉水在白纸上写上字 等字干了后 根本看不出白纸上写有字 可等我在纸上图上点酒 过了没多大话 奇迹出现了 摆在我们面前的 竟然是一张蓝色的字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真是太奇妙了 这时候的我 是又兴奋又激动 心里对科学充满了无限的狭小 好 这个是淀粉遇上点酒 就会变成蓝色 这样的一个化学反应 同学们 在我们身边呢 都存在着科学小常识 所以呢 我们要认真观察 仔细动脑 你就会有更大的发现了 好了孩子们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 下课吧 起立 老师 再见 同学们再见 请坐